如果有个富婆出一百万包养你 你干不干 不干 五百万呢 不干 一千万呢 不干 一千万你都不干 那多少钱你才肯干 三百五百的还行 什么百万千万 肯定是假的 在床上睡觉很难 可是在沙发上睡觉却很容易 请问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睡觉不能太认真 要趁觉不注意的时候 把他给睡了 听说你不爱吃肉 那你喝酒的时候都吃什么呀 吃火腿肠 难道火腿肠不是肉 肉十块钱一斤的时候 火腿肠一块钱一根 现在肉三十多块钱一斤了 火腿肠还是一块钱一根 这能说明什么呀 说明火腿肠跟肉没关系 请问用沐浴露洗澡 男人和女人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女人洗完以后会觉得 哇 我的皮肤好嫩滑 男人洗着洗着就会觉得 太他妈滑了 半天还没冲干净 请问 有没有一种什么都不干 坐在那里天上就掉钱的工作 有 什么工作 到许愿池里当王吧 男人的成功标准是什么 挣个钱让他的女人花不完 那女人的成功标准是什么 找到这样的男人 还有什么 想靠脸吃饭 可又没颜值 请问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 那只能靠不要脸吃饭 听说你老婆外号叫KTV 请问是因为她喜欢唱歌吗 不是 那是为什么 她时不时的就KV一顿 TV一脚 然后再做个V的手势 在婚姻方面 您作为一个过来人 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忠告吗 别过来 那天你说女人比男人更好色 请问有什么根据吗 女人在报恩的时候 如果对方是帅哥 一般会说 小女子无以为报 愿以身相许 如果对方长得丑 则会说 小女子愿来世做牛做马 以报您的大恩大德 请问 暖一个女人的是暖男 暖一群女人的是什么 烧锅炉的 你认为男人应该先成家 还是先立业 只要能遇着 成家立业一步到位 遇着什么 遇着富婆 我想学一门乐器 你说女人是弹钢琴 还是拉小提琴 才更能彰显气质呀 只要长得漂亮 敲帮子都行 朋友欺不可欺 请问您理解这句话吗 当然了 就是说朋友的老婆 绝不可以欺骗 那您做到了吗 当然了 我那几个朋友 在外边搞坏事 我一无一时 全都告诉他们老婆 现在都离恨好几对了 哎呦你们 哎你好 民政局吗 对 哎我想问一下 咱们多大孙子能结婚呢 女的过二十就行了 那我在四十多岁了 怎么没有人通知啊 那你明天带货口本来吧 那明天结婚证和老公 能一起发不 发的时候是随机的呢 还是能挑一挑吧 你这个没有货 那什么时候能到货呀 你到货了以后 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下 我去找个精神一点的 不是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你才有病呢 你别笑 四十岁还不让人挑一挑 请问大师 为什么那些成功的男人 大多经不起美色的诱惑 因为美色 从不诱惑不成功的男人 哎呦你们 你手机都这么卡了 为什么不清理一下 为了省钱 开什么玩笑 手机卡了还能省钱 昨天几个哥们出去喝酒 大家抢着买单 那边账子结完了 我支付网还没打开呢